字幕翻譯 Do you wanna build a snowman? 寫人 馬側鴻風 導引湖 嘿 快點訂閱 哈囉大家好 我是圖杰 現在我帶的是瑞士的側馬特 今天要搭的這一輛列車到格雷拉特 看馬特鴻風 Let's go 是的 這一次要帶大家到的就是側馬特的三路線之一 葛內拉特 來到側馬特當然就是為了找最好的角度 好好欣賞馬特鴻風 那個知名巧克力上面的logo就是它 總共在這邊有三大路線 我這一次買了側馬特三天通行鎮 好好通通玩一遍 今天這支影片要介紹的就是葛內拉特持軌登山火車 最大的特色是不論春夏秋冬全年開放 這條路線總共有六個站 一路因為海拔慢慢的升高 所以從窗外可以看到夏天的綠色 秋天的橘色以及冬天的雪景 四季景色的變幻非常非常的夢幻迷人 適合各種年齡層的人 就算你不想爬山也可以輕鬆的從33分鐘之內 海拔1620公尺直達海拔3089公尺的高峰喔 那其實這一條火車線它有幾個之最 在1898年的時候它是歐洲第一世界第二的電動式駛軌列車 在目前也是歐洲最高海拔的開放式駛軌火車 可以把大家送上去看美景 不知道大家曉不曉得 在全瑞士有多少座4000公尺以上的高山呢 答案是48座 而在這個地方葛內拉特的火車帶你上去的最高峰 你就可以一次看到29座 是不是超級滑的啦 拜拜 跟著我上去繼續看美景吧 GO 抵達 我好久沒有看到這麼大片的雪很興奮 在這邊可以看到非常清楚的馬特洪峰 現在的位置呢大概是海拔3100公尺左右 在這個上面除了一覽無遺的好雪景之外 在這邊可以看到冰川 同時這裡也有一間旅館和天文台 接下來就要往宮頂的路走了 然後真的是要奉勸大家 我現在忘記把我的冰鞋帶出來 喔 因為他們現在 下面都是結冰的 所以有一點滑 平常穿的鞋子 就會像我現在一樣 還是要緊緊抓著繩子 好順便提一下 就是他們剛剛看到的後面 這一個hotel呢 就是在這個封頂唯一的一家 一個晚上要多少錢呢 大概400塊瑞士法郎 但是它是一泊二十 因為這邊的最後一班車 大概是六點鐘左右 上山 不過冬天跟夏天會不太一樣啦 那在這邊的話會提供晚餐跟早餐 還有無敵美景的view 在這邊給大家做個參考囉 我對於可以騎腳踏上來的人 無限敬佩 然後在頂上的這個 360度的望遠鏡 裡面有虛擬的字 當你一轉的時候 它就會告訴你 那個封頂的名字叫什麼 然後它現在是海拔多少公尺 所以它會告訴你那邊 那個方向是義大利 然後旁邊的冰川冰河的名字 也都會標得非常的清楚 天啊我好喜歡這個設計喔 OK的這個錢畫很值得 雖然不是很清楚 雖然不是很清楚 但它上面有標台北耶 距離這邊 是9685公里 好的我現在要做一件我 以前學生時代有做過 但已經很久沒做的事情 學生上面的雪啊 其實是非常非常乾淨的 大家看了上面的空氣就會知道 所以我要來吃一口天然炒冰 找一塊平整感覺 沒有人採過的地方 就是你了 一如往常的沒什麼味道 後來我就發現 隔壁的小男孩需要我吃冰啊 其實後來兩天之後 我有在上山一次 那次氣象報告說不建議上山 不過給大家看看畫面 意外的讓我包藏了山頂區 我覺得這一次的小小心得是 天氣預報固然重要 可是其實在山區的天氣 是天變萬化的 即使他說今天是下雨 但其實因為山上面的雲啊 風啊他們 吹的速度變化的非常的快 所以不要因為這樣子就不上山 像今天他們本來是說 今天是下雨天 天氣非常差 等我上來之後 除了看不到馬特洪峰之外 其他的景緻其實都很美 這一條真的 安靜到只有我自己的羽絨衣摩擦的聲音 還有我的傳奇聲音 坐在這樣的美景前 真的好愜意 這山頂上面其實還有一個小教堂 存在著人們的信仰 接下來搭著齒輪火車 我們要到下一站去 這邊有更美的畫面 下山後的第一站 一堆人在這裡下車 大家到最後叫做 Rotten Brothers 因為這裡呢 有一個小的湖 可以在這邊拍到很美的馬特洪峰導演 來 走 走 又是一片白雪矮矮 拜拜 OK 經歷了無限的尖叫聲 跟一直狡猾之後 好不容易 踩到看到湖的地方 還要再走蝦圈 但很美 GO 順便給大家一個小tips 就是看起來越沒有雪的地方 有時候可能反而越危險 因為 雪剛好可能就溶了 然後它就結成冰 冰的時候是最滑的 所以反而是這種 踩下去會陷下去的 至少你就會陷在那邊不動了 滑下去來的暗沉得多 最後 完美倒影 那就一面呢 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這邊的交紅資訊 其實很多人都會說 從車站走下來之後 大概只要三到五分鐘 才怪 這邊到處都是積雪 所以其實走路還 必須要小心翼翼 非常謹慎的踏出每一步 除非你想要跟這一位一樣 又滑到滑下來 所以我自己會抓大概十到十五分鐘左右的時間 那 這邊真的是很講求運氣 天時地利人和 怎麼說呢 因為其實這個湖面 只要有風吹動的話 就會干擾它的反射 再加上陽光也不需要再是好的位置 我現在這個時間的話 大概是下午的1點鐘 我覺得還OK 可以 就是 若隱若現 有時候又突然超清楚 然後有時候又突然有風的干擾 非常漂亮的景色 分享給大家 以上 就是追逐馬特洪峰第一集 葛內拉特線 最後 收下我的華麗膝蓋 訂閱吧 喜歡的話記得要留言按讚分享出去喔 真的不是少女了 好老喔